说起三国演义里最亮眼的人物之一 赵云绝对算一个 他少时跟随刘备 不仅是蜀国的五虎上将之一 更被后世誉为长盛将军 公元228年 也就是渐兴六年 诸葛亮第一次出兵北伐 命赵云在斜谷道阻挡曹军 但此时的赵云早已年劳退 再加上我弱敌强 他最终失利于击骨 虽然他反应及时 并未造成重大损失 但这对他来说依然是不小的打击 此外蜀军主力在皆亭大败 第一次北伐就这样以失败告终 回到蜀汉的赵云很快就病倒了 公元229年 距离第一次北伐仅过去一年 赵云病逝 而这时的诸葛亮 正在准备第三次北伐 就在赵云病逝的前一天 诸葛亮夜观天象 突然发现降星云落 心神不宁的他在小夕时 梦得赵云向自己走来 只对自己说了九个字 丞相 子龙死不明目了 随之惊醒的诸葛亮 已有了不好的预感 结果第二天果然得报 赵云去世 回想赵云在梦里对自己说的话 诸葛亮泪流不止 只参加过一次北伐的赵云 是在托梦向诸葛亮表达 未能恢复汉家天下的不甘于无奈 公元261年 刘善追视赵云为顺平侯 他被评为三国时期最完美的英雄 忠勇兼备的形象流传至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